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好圣喜新论讲记 那么367页,九席成熟 刚开始呢,那么这个初修方便 那么九席成熟,所以呢 九席成熟,自然会成熟了 而且呢,其心得住 那么心呢,也终于能够安住在什么 这个珍如三昧当中 所以说其心得住 那么所以这里的住呢,它是一种安定安住的意思 那么这个也就所谓的什么,修止的成就 修止成就,那也等于,这老师讲的 等于九住心当中的什么,心去宜静 那么以心住故,渐渐猛力,随顺得入珍如三昧 所以呢,也透过心而这个,逐渐的这个,住在这种纸上 那么定力当然就会怎样,渐渐加强 所以呢,就能够随顺去向 去向什么呢,就是入了所谓的珍如三昧 因为我们说本论是什么 所修的叫珍如三昧 珍如三昧 那珍如三昧也就是成就了什么 无分别定 无分别定 因为在珍如三昧当中 就是所谓的珍如心 是清净无漏的平等性 那必然是什么 是无分别的 是无分别的 只是它把这种 其实这种的无分别 说实在应该是透过观会而来 但是呢,我们说在修止里头 是不是也有无分别的特质 所以它把它归到什么 这个纸门上头去 但是呢,所谓的珍如 因为所谓的珍如 它还是属于圣义地上的 因为它就是在讲什么 真理的现象 就是在讲诸法实相 所以它属于什么 圣义禅 圣义禅 叫珍如三昧 所以这所谓的三昧呢 就是三摩地 也就是正地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什么 定方面的 比较重在什么 纸 比较重在定 那么这里也讲到说 如能够入 珍如三昧来讲的话 烦恼虽然还不能断除 但是已经能够怎样 深浮烦恼 令不起先行 好 那么所以呢 在本文里头说 深浮烦恼 信心增长 复成不坏 那么因为呢 光飞休止 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断烦恼 所以它用什么 深浮的方式 深浮烦恼 那么让信心增长 这样的信心的增长 是因为让什么 珍如的那个无漏的 平等性增长 是不是 而且呢 我们说大圣起庆论 本来就是要我们众生 怎样 能够建立信心 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众生 都具有什么 众生心 众生心里头都有什么 清净无染 无漏 平等的什么 珍如心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它会增长 然后速成不退 能够比较迅速的成就而不退 那么也就能够围除疑惑 不信 诽谤 重罪业障 裹慢 懈怠 如是的人 所不能入 这些都属于什么 透过这个用功 之后 那么自然而然 能够排除 因为这些疑惑 不信诽谤 重罪业障 我慢 懈怠 是不是都来自于我们的无名杂染 无名杂染 那么刚才也讲 我们的珍如三昧 是不是也都用浅除的方式 浅除忘境 浅除我们的忘心 其实就是在浅除什么 无名 所以自然而然 这些比较属于杂染的这些业障烦恼 是不是就能够 也能够除掉 而且这种除是从内心世界来除的 是深浮烦恼的 深浮烦恼 所以这说修止观 学习止观 必先要怎样 持清静的接恨 也要生出什么 慈悲的心 透过惭愧啊 忏悔 来消除我们的什么 业障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 修止观的动机 要非常的怎样 纯正 那么导师在成佛之道 五顺共法里面也讲到 三福行 三福业 透过布施 十戒 还有什么 修定 慈悲其舍的四无量定 那么所修的定呢 都要依慈 持境界 依着慈悲心 并且要什么 这个持守 清静的戒亨 如果持戒不清静 说要修止观 是很困难的 因为不相应 差距太远了 对不对 而且呢 没有惭愧心啊 这些呢 其实与止观都离得很远 所以首先要要求自己 那么依慈 持境界 所以虽然那么可以跟 比较能够跟我们的内心 相应 那么从内心的这种 这种出啊 所以呢 属于真如三昧 不是一般人能够入的 也要有相当善根因缘的人 对不对 也要透过听经文法 而且愿意自己去身体历清 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够 能够入真如三昧 所以我们说 入真如三昧 也确实是可以怎样 消除业障的 好 那么这个是因为 透过酒席就会成熟 然后呢 见得深广 第三个部分 好 所以论主呢 他就继续讲 他说 复字 一是三昧故 则知法界一切相 为一切诸佛法身于众生 身平等无二 即明一行三昧 当至真如是三昧根等 若人修行 见见能生 无量三昧 好 所以呢 以 我们大圣起敬论 本论来说 那么这种真如三昧来说的话 因为就是意着什么 真如三昧来修的嘛 那透过真如三昧 因为去启发 也不说启发了 去去除无名杂染 让真如三昧的清静 无漏 平等性能够现前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跟法界能够去相应 所谓的法界也就是真理的世界 尽虚空骗法界 这个整个的那种真理的世界 所以能够知法界一项 那么也就是能够知道什么 法界的平等无二项 平等无二 那这无二是不是就无差别 也就是无分别 所以我们说在纸观门里面的纸 他说是要 也是透过这种无分别 透过无分别 那么跟纸的无分别 有它的雷同之处 但是也有它的相应之处 观上的无分别是透过 那个什么 辨思啊 推理啊 观察啊 寻思啊 种种 透过什么 透过匹婆身啊而来 那么纸径上面的无分别 是透过什么 神魔他 是安止于处的无分别 但是呢 本论来讲 这个部分有点 有点结合到一起去了 好 好 所以呢 一是三内故 则知法界一项 因为去来启发我们的这种 清净无漏的平等 无分别性 所以也能够知道什么 法界的不二 平等性 好 所以呢 就会所谓的 一切诸佛法身 与众生生 平等无二 有没有 这个也等于说 就像众生都具有了什么 如来的胎藏一般 所有的众生 是不是都能够成佛啊 都能够成为如来 也相当于叫做 一切众生都皆具佛性 是不是 都可以成佛的意思 好 虽然我们现在 凡是众生的身 是 是有分别的 是杂染的 是有限 有量的 是有 有种种的这种差别心的 是 是非常的不平等的 对不对 是非常有二的 是不是 我们众生的身 目前来说的话 以我们凡夫众生来讲的话 是不是不平等而有二 什么叫有二 有差别相 有相对的二相 相对的二相 什么叫相对的二相呢 有生相 有面相 那么大家喜欢生相 不喜欢面相 是不是 喜欢真相 不喜欢减相 喜欢什么 镜相 不喜欢构相 那是因为着相的关系 如果能够透过真如三昧而了解法界的一相来讲的话 那么也就能够体会到 其实佛陀所具有的这种法身 跟我们众生的法身会命的那个法身 其实是一样的 是平等的 我们也透过法身会命的启发来增长 对不对 增长我们的智慧 增长我们的慈悲 是不是 那么终究也能够如同成佛后的那种法身片满 法界的这种究竟圆满 无漏 所以呢这个又名为什么 一行三昧 这个又叫做一行三昧 所以呢所谓的平等无二 即名什么 一行三昧 那一行三昧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真如三昧 那么这个呢出于文书 波瑞经里头也有 那这个是梁朝时代的这个所谓的圣典 在中国的对中国的修行者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六祖谈经当中也讲到这个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 所以这个一行三昧在冷且经里头也有 叫做攀缘如禅 那文书波瑞经里头讲的呢 就是讲说法界一向细缘法界 是名一行三昧 所以呢能够入一行三昧者呢 尽知恒河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那他是无差别相 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 心佛众生是不是平等平等啊 是不二的 是平等的 所以其实本论我们本来就讲嘛 其实受到什么冷协 那种很多经论的影响 对不对 他去综合而怎样调灌出一个 比较自成系统的一个一部大圣论 所以呢 从很多的这个经典 里头也可以找到 本论所用的这些这些名像 有时候是取他的名 有时候取他的意 对不对 有时候取他的意呢 不一定用他的名 所以这里说 这十是缘真如而成的三昧 这是缘而已 但是呢 并非清正 这都还没有清正 在理论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真如当作我们的所缘 但是为什么说并非清正 因为要清正是不是要透过官会 不只是指不只指不只修定而能到达 其实是透过什么 透过并会均衡的状态才可能 没有官没有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说到超财入胜那个点是可以清正的 但是是透过什么 是透过会官才可能清正 当然这里讲的这个一行三昧或者真如三昧 因为他这里的三昧都在什么 都比较在定上面 所以说这三昧的深测法性 这个是属于 当然他这个讲 就是说在理论上 我们可以知道 那么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本论所依的就是真如三昧就是一行三昧 那么说这些理论 这些理念来说的话 思想里面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理解 所谓这种三昧所显发出来的什么深测法性 所以我们说在思想里面 我们是比较能够去怎样 去所缘 就是来缘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缘啊 但是呢 要清正的话 那就不是只有定而已 一定要跟什么 跟会一起 因为我们讲 要了脱生死的关键在会 而不在定 所以这里讲说 这个就是三昧的深测法性 所以更依此而进修 即得广大无边 这个属于法界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所谓的三昧 它是定 或者称为心 那这个心呢 它是离分别的极尽心体 因为所谓的定呢 它也是 也是离分别了 为什么离分别 因为它心细一尽嘛 它就只有细在那个静上面 我们三昧的心 不是定啊 因为我们怎样 心细多静 是不是 高高低低 上上下下的 我们心圆欲马 对不对 我们望心四起啊 所以所谓的三昧 是让我们这些怎样 妄动在外头的心 能够怎样收射回来 心细在一静上 所谓的一静 是不是就无分别了 一静是无分别的 所以呢 是离分别的极尽心体 好 那么本论也讲 一切三昧以真如为本 因为本论是不是把这个都 建立在真如上头啊 再扩大一点讲就是所谓的众生心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奥利耶事 奥利耶事里头是不是有真如心也有无名 好 好 所以呢 以真如为本 那么 即是以什么 真如心为本啊 那所谓的真如是极灭无戏论的 好 真如是不是极灭无戏论有没有 这里加个无戏论 但是这个无戏论 表示真如是透过什么 透过会 文字波瑞 观照波瑞到什么 十项波瑞 现前的时候 啊 涅槃的境界现前的时候 是不是绝诸戏论的啊 好 所以他这里讲一个无戏论啊 光是这个无戏论就代表他的什么 这是会学 所呈现出来的 真如是不是会学所呈现出来的啊 透过 透过关会啊 要透过关会 啊 透过关会而出了出现的嘛 对不对 这个真如是不是就是涅槃的意思啊 好 好 那三妹呢 他也是离分别而寂静啊 所以这种的无分别很非常的接近 好 所以 三妹的离分别像 或浅或深或多或少 去向于什么真如 很类 有他的什么 同质性 同质在哪里无分别的寂静 但是一个是怎样是无戏论的 是不是离了戏论啊 为什么有戏论 文字语言都是戏论 我们现在的文字语言 如果对真如来讲 是不是戏论啊 戏论不是说开玩笑叫戏论啊 就是他就像好像在演戏一般啊 我们的文字语言 是不是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在思考这些佛法是不是 等于借着文字语言在思考啊 那这文字语言相对于真如来讲是戏论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真的去触碰到真如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文字语言都还得放下 叫做不二 无二是离言的有没有 是必须要离言 所以叫做什么 无戏论 所以我们说真如它是极灭无戏论啊 导师用字且词是非常的精准 你看光这么几句话 几个字啊 你看这都是定义上的问题啊 对不对 真如是极灭无戏论 三昧是什么 离分别而极静 他们都有极静的特质有没有 涅槃极静 是不是极静的 但是这涅槃是什么 无戏论来的 对不对 那么所谓的定静 入定的那种定静来说的话 三昧它是什么 是离分别而极静 那么定静的离 为什么会离分别 心细一静的缘故 是不是心细一静啊 这个是供外道 通所有的宗教 不是只有佛教 其他的宗教修订 是不是也用心细一静啊 只是它到底是什么静 那当然会有不同的什么 教理教义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不论了 当然以佛法来讲的话 心细一静 是不是也有我们一静的那个 那个所缘啊 对不对 有这个不静观嘛 对不对 有这个叫做什么 按波念啊 观呼吸 对不对 但是前面他这个也讲啊 不依气息 不依形色 不依什么空 也不依什么地水火风 也不依见闻觉知 其实是要依见闻觉知的啦 当然定其实是不依这些了啦 以定来讲其实是不依了 就说我们真的要到达尊如三妹 就说还是要有观的这种能力才可能 好 所以 这里就讲嘛 以三妹的离分别相跟尊如的离分别相 或浅或深或多或少 是不是有他的雷同之处啊 他的极境是很雷同的 但是他的值是不一样的 他有他相依之处喔 相依在哪里 指或者定的 不分别来自于什么 心细一净 是不是 啊 那么我们透过观慧而达于真如 或者涅槃来自于什么 离戏论 离戏论 而极念 啊 所以这里讲说 真如为一切三妹本啊 啊 当我们要去碰触到真如的时候 其实要在三妹的状态 要有定嘛 但是他的主体是什么 是会 常讲说这个定是祝园 好 他也是很重要的祝园 但是 他的主要的是不是在会上啊 在观会上 好 那当然以真如来讲 他是不是有 有那种无分别的那种 极境的特质啊 有没有 他还是极境的 只是他是透过什么 是离戏论来的 好 那么 而真能与真如相应的真如三妹 为一切三妹的根本啊 那因为这个是大圣喜庆论 本论的一个 在本文里面讲嘛 他说 当之真如是三妹根本 真如是三妹根本嘛 若人修行 见能生 无量三妹 所以本经论来说的话 要倾向于真如与三妹的统一 有没有 把真如就当做三妹 把三妹也 也变成是真如呈现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这之间有没有差异性啊 有差异性喔 有他的什么 同质性 有他的差异性 希望大家能够去分辨 这个是不是细分别啊 在法上 对不对 在法上是不是可以做细分别啊 能不能体会到那个味道 好 那么所以这也讲说 如果能够弃于真如的法性 从真出甲嘛 从体 从体启用 极能 不离此无分别的真如制 而引发 厚德制的无边圣德 好 所以 经中的这些三妹呢 名字都很多 但是呢 也都依三妹的 德用不同而怎样 而立名 比方以本论来说的话 因为是 这个 立在众生心 由众生心 而怎样 由众生心 而成佛 由真如的显发 而怎样 圆满 所以要不离真如的妙用无边 那么三妹也就妙用无边 所以这里讲说真如是三妹的根本 那当然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跟明白 若能修行 那么渐渐能生无量三妹 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 而真如三妹或者叫一行三妹而扩大 这个是透过什么真如的扩大 所谓的真如我们都会触碰到一点 是在我们的什么第一次的涅槃 那叫做出地 扔出地 之后才地地怎样 扩大到什么 究竟圆满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或有众生无善根力啊 或许有些众生呢 因为他没有善根力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 要能够 明解佛法 确实要有善根力 尤其是大圣佛法 好 但是呢 有一些众生是无善根力的 那么无善根力会怎么样呢 所以说 则为诸谋外道 鬼神之所祸乱 这不就很容易这个 这个招谋啊 尤其在修定的这个过程 没有会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 老师也讲 说言经就理不妨自己修学 但是如果到休息禅定 必须依止师有而修 最好要有人知道 要有人知道 因为尤其到那种 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 起了很多的相 非常的细微 那么这个其实变化也很多 也会跟我们的心念呢 去相应 所以为什么在禅修当中 要有小餐 所以我们自己 在禅修当中 起了什么变化随时都要 都要有善知识 要有师友可以请教 要有机会去怎样做修正 常会觉得说如果修错了 比不修还麻烦 走的岔路是很麻烦 有时候不一定回得来 就麻烦了 所以不要自己 最好找有经验的 最好找有经验的 而且要正知证见 知见上要正确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里就讲到说 休息过程当中会陷出 会陷起总统的境界 会有总统的现象会产生 所以可见我们那个 意识的那个作用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用眼耳鼻舌身 所触碰到的 其实非常有限 我们才讲说第六意识呢 它才是最大的一个可塑性 就在这里 我们说是正见还是邪见 是不是也都在第六意识 说见的是如实的真净 还是蹲倒向 是不是也都是第六意识在那个 所以这里说如果不能正知的话 极易为邪魔所破乱 因为在做当中 若于做中现行恐怖 破献端正难与等相 当念唯心境界则灭 终不为恼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因为善根力薄 那么就会被破乱 被竹谋外道鬼神来破乱 那它会献什么像呢 在禅修当中 那么它会献出种种的恐怖像 如果是邪 就说是邪教师啊 那么所以这些猪魔等于是魔王的眷属 更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有心魔 所有的魔还不见得外来 我们自己也会有 所以一定要有人指导就是这样 那外道呢属于什么 这种邪知邪见的教师 那么它会用咒力啦 种种的这种树力来狂幼 还有鬼神啊 这些精魅神之类的 那么罗刹啦叶叉等鬼去 所以他们的方法呢 就是一个是软幼 一个是硬魄 一个是硬魄 软硬兼施啊 总之佛陀要成道之前 是不是也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魔考啊 所以呢它在座中会写什么 恐怖像 使修行人这个害怕的发狂 所以世尊在降魔的时候也是 魔王也还会用魔军刀枪 魔阵 来这个威胁理由 所以那么这个是属于比较硬魄的部分 那么还有软幼 陷端正男女等相 也会引起这种修行者的贪欲的心 所以那个佛陀成道之前也是嘛 有魔女 来做种种的魅像 所以对于这些呢 的斗志法 有个大原则就是什么 一切法空不可得 一切法空 这些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它不会是永远不变的现象 如果我们不为所动的话 不会去着这些象呢 这些象对我们来讲就起不了作用 就好像说 别人对我们毁谤 如果我们不在意 是不是就受不 我们就不会受伤害啊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 我们被别人重伤 其实是我们在意 如果我们不在意 会被重伤吗 不会 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要透过 要关一切法空 不可得 这都不是实相 都只是什么幻象 所有的幻象它不会 长久的不变 只要我们不与它相应 这很快就消失掉了 那么因为这些模式 这些模式 这些模式佛是自性本空嘛 模式即灭啊 所以这个是破模式的根本方法 所以呢这些呢 也都是透过微心所陷起的境界呢 就会灭掉 所以在禅修当中 不管有任何的现象都不要着相 因为一切法 一切法空不可得嘛 千万不要去着相 所以它会 会现什么 天相菩萨相 亦做什么 如来相 所以前面这个部分还比较容易了知 但是后面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些呢 就不容易去分辨 有时候会不容易分辨 因为它会怎样 会现行说法 现行说法 所以这些模式里头 所以这些模式佛式也是啊 所以我们说那佛式是不是也是自性空啊 一样自性空啊 三宝是不是信空啊 三宝也是信空 四圣地是不是也信空啊 所以心经里面不是讲 五无苦即灭道吗 可是这个五无是在讲什么 信空 三宝是不是也可以讲五无三宝啊 能不能 可以喔 这个五无是在讲什么 信空 那什么意思呢 三宝不能自己存在 众生不需要三宝 三宝也无法存在 三宝也因为众生的需要而得以存在的 那四圣地为什么叫信空呢 因为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 比方我们在我们愿意修行就无非希望从什么 世间法出世间法嘛 那么可以透过什么四圣地 对不对 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体会到的四圣地 乃至于实践的四圣地 而过程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求学也有一定的这个阶段嘛 对不对 小学中学大学这样 但是每一个人的求学过程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各有福报因缘嘛 是不是 有的人顺利 有的很坎哥 有没有 有的可能年纪很大才终于 去读个中学或大学 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信空的缘故 透过法信就是这样 没有固定不变性 都各有各的什么现象 为什么各有各的现象 也透过什么 信公而呈现 好 所以呢 这些摩也一样啊 他也会现天象菩萨象 异作如来象啊 他也会在如来象 相好具足 那么他也会说陀罗尼或说布施 持戒 陀罗尼也就是一些咒语 他也会说布施持戒啊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啊 这些 或说平等 空 无相无愿 我们这都觉得很熟悉啊 是不是 都会觉得他在说法 无愿无亲 怨亲平等嘛 乃至无因无果 毕竟空极 是真涅槟 他也这么说啊 他也这么说啊 那么我们这里一次都看到一个无一无果 有没有很奇怪 能不能讲无一无果 可以 为什么 信空 没错 没错 所以不是反 信空 我们说空 不爱有 说无一无果 不是去怎样 否定因果 这个也是我们说中观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因为都说无无无的事以为都 这一切都不存在 存在不存在 还是存在 不爱相有的存在啊 只是我们更透彻的理解 所谓的像 不是固定不变相 什么叫无因无果啊 这个因成为果 果是不是还会成为因啊 他这当中的因缘是不是都还是互通的 是不是互通的 不是 不是 切开来的两件事情 就好像我们 这辈子的色生 是不是数世节以来的果报 但是我们也用我们的色生果报 继续再去怎样 下阴 就说他不是 没有固定性 是不是随时都可变可化 并不妨碍什么 因果循环的道理 不妨碍 更反而呢 因为信空一切怎样法得成 已有空亦故 有没有 一切法得成啊 因为信空的缘故 所以才能够呈现出什么 森罗万象 对吧 这些所呈现的森罗万象的当下 是不是都是信空的啊 所以信空它是一个理则 是一种真理的什么法则 所呈现出来就是原生原灭的现象而已嘛 不管呈现出什么现象 其实都不稳度 是不是 那么都是会变化的 当然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这些 其实这些也都是在说法呀 但是这个是什么 是魔所现出来的天象啊 菩萨像啊 如来像 再怎样 现行说法 当然他也会说一些法 那么我们也容易怎样被什么 相迷惑 被相迷惑 所以前几天也有个居士也问 他说师父啊 到底能不能送避藏经 我说那你认为行吗 那要问我们自己认为行不行 还是要根据某某 他说某某老法师说 这也很危险 有时候什么叫老法师 可能他年纪很老 对不对 他不见得出家资历很深 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着相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着相 并不是说 这个 这讲实在也都 因为当时候佛陀在度很多的佛弟子的时候 魔王就很紧张 你佛子佛孙越来越多 我魔子魔孙就怎样 越来越少 但是魔王呢很聪明 他这不叫智慧了 很聪明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 将来我魔子魔孙 要穿你袈裟拜你佛教 这招生很管用的 所以我们就说不能着相就是这样 对不对 不能着相 要以法来做什么 辨别 对不对 如法不如法才是重要的 能不能与法相应相弃才是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居士也要听经文法 师父也要听经文法 师父没有向上的差别 在法性 在佛性来讲是不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只要对生死的这样的事情 想要去了解 想要去解脱 甚至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解脱 是不是都应该要深入经藏 透过听经文法 对不对 在一方面 也因为有佛法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比较不会被某某人说所影响 被某某人说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妄心被妄境所牵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收摄回来 虽然还是妄心 但是起码我们还询过什么佛法的妄心 那是高明一点的 因为有法作为依据 要有法作为依据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只有靠别人来说 听某某人说 而且我们还要着相某某什么来说 你看现在这里不就 他可以献天相 菩萨相乃是献的嘛 如来相都行 这个也是模式 这个都还是模式 但是这个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分辨 为什么不容易分辨我们的着相 所以这个都是在讲前面的 因为众生什么 无善跟利 一旦无善跟利的时候 其实天魔外道 他就很有惑乱我们众生的可能性 用相来过来最容易 因为我们很快就左相 很快就中标了 为什么中标 因为我们左相 所以这些都是在讲前面的模式 所以他也能够怎样得通其变呢 所以他或令人之复日 复命过去之事 亦之未来之事 得他心智也就是他心通 并且也能够让这个人怎样变才无碍 但是呢 又让这个人 能令众生怎样 贪着世间 名利之事 因为一旦我们发现 好像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 就会怎样 血液过重 然后就发现 很多人 很多这个仰慕者就上门来了 所谓的仰慕也有正面的仰慕 也有负面的仰慕啊 是不是 一旦 那么他就会着在什么 明文立仰当中 所以有些外道呢 他也是修一些什么 写法 那么用一些灵验的事情 这种灵验的事情 对世间人是不是非常有吸引力啊 那前面这里的所谓的现行说法 里头也讲嘛 这些珠摩所说的这些六度 其实都是取向的 说到平等空呢 是真灵验 有没有 这种真灵验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都说灵验就灵验 不是要真灵验 这样真灵验好像就要去灼那个灵验 所以这个叫不及缘起的空意 那或因或者呢 这个让这些一些这种比较缺弱者 本来行大圣法而入什么小圣 然后波无因果啦 种种 他也一样他可以怎样现行说法 他也可以怎样得通其辩 只是呢他这些 这些模 就要在修订当中啊 这都在修订当中的一些现象 修订当中 让自己觉得怎么好像 好像有他心通了 那很危险 好像我变才无碍 变得很会讲 那这个跟模式都还多少有些关系了 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起了这些 好像怎么突然多了这些能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灼在什么 灵魂立养上面 那么会瘫灼 那第三种呢 就是起祸造业 起祸造业 那又在这种传定当中 又另一些人呢 这个 俗称俗喜 性无常准 也就是说 这些邪魔外道的祸乱 会让一些人呢 突然间 在性情上呢 变化很大 性情大变 一下子 一下子称恨 一下子喜乐 他的情绪变化非常的大 没得嘴 本来我们的情绪都还好 像还可以追溯一下 他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但是呢 突然间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起伏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会觉得找不到 找不到因缘 其实有没有因缘啊 还是有因缘 就是着魔嘛 对不对 其实都会着魔 所以呢 或有时候会过分的怎样 多持多爱 超过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们说 佛陀都教我们要正常道 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都脱离正常道的时候 其实跟魔有关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保持平常的心 行的叫做什么 正常道 佛陀都教我们怎么如何的合情合理的生活 当然世俗的标准不一定是最好的 往往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当我们学佛之后 我们很多的什么价值观 是不是都会 会起一些什么调整 所以在这个 这个等于说 让 就是说在修订当中呢 那么这个人性情大变了 会好像特别的慈爱 超过自己的能力 但是有时候又怎样多睡多病 中日无精打采 有时候又好像那个精神异异 有点那种 那个叫什么 亢奋的状况 好几天 几夜可以不睡觉 但是呢 这种 我在正常道上 其实支持不了多少 十日的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正常道 才能长久 所以甚至有一些怎样 生于不幸 多余多虑 信心也都会动摇起来 所以都会怎样 甚至会舍掉自己本来 所修习的什么 这种比较圣洁型的部分 也有可能呢 遭受到破坏 去修一些什么 杂业 染灼世间的业 会一直在世间里头 怎样 种种千禅 而不得已再怎样 无法再得已修 修行走上正常道 就是 魔呢 会把我们拉到什么 正道之外 会走上邪道 那这些呢 其实我们 真的 真的 就是这 跟洗心动念 会有很深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说 真的 当我们这个还正常的时候 说不能贪明文利养 对不对 要有正知正见 再起过造业 点点滴滴 善恶因果 怎么样都非常的谨慎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 一旦放逸 或者起了邪念 也很容易跟什么 跟魔 招感 所以 这个也都是 跟自己的这种 心念有一些关系 那么还有更离谱的 那么就叫得定乱食 邪魔的力量呢 也会让一些人得诸三昧的时候 少分相似 相似什么呢 所谓的就好像 对外道所得的这种三昧 令人呢 过一日 过二日 过七日 好几天当中 在病当中 能够得到什么 自然相美的饮食 那么 心 身心非常的适悦 甚至呢 好几天都可以不饥不渴 甚至都还可以 可以乱食 就是可以一下吃很多 也可以好几天都不吃 这样是不是不正常啊 可以吃多到什么程度呢 也讲到说 连整斗米也能吃 整只羊都能吃下去 所以都超乎什么 正常状态 所以总之这些都属于什么 邪魔的祸乱 毫无利益 再方面呢 休息 休止息禅 跟身体有非常的关系 好 因为我们平常身体 习惯在散乱当中 当我们一旦修定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身体也得到一些特殊的经验 所以所以说即使定力 滋润来说的话 也不能反常 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修定是修在心 不是在身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则 对不对 纵然跟身体有一些关系 但是也不能怎样 不能反常 所以一定要用正常道 要用平常心来修禅 而且呢 是为众生来修禅 不是为自己明文立养 是不是 所以 一方面还要怎样 要持境界 境界上 就说在戒律上也得要持 好 所以这也讲到说 如果想要修止息禅来讲的话 必须先怎样 勤修正行 在正知正见正业上呢 要先用功 粗的部分能正 细的是不是才能够正啊 如果我们的心为举止 身口一三叶都有问题的时候呢 修禅那就非常危险 跟这个魔相应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要先怎样勤修正行 要能够忏悔恶业 还要戒行清净 要知见纯正 那么要能够有善事方便 好 模式呢 即会少起甚至不起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